嘩 這裡看出來的景色都挺漂亮 除了這個... 咩咩咩的車...啊不是咩咩咩的車 都挺直的 這個Beacon的... 風火台的光柱 遮住了 阻住了 喂 大家好 回到來今集的HOMEBASE SERVER生存系列 那我們上一集就終於搞定一個叫做可可豆農場的東東 大家可以看到這裡...嗯...我已經在搞裝修 咦 今集就搞完裝修就完美了 這裡...我想好了這個基地還差些什麼就大功告成 那我之後就會在這邊...我不知道這邊下面會有什麼... 不過...呃...也沒有理會了 這邊就做一個甘謝的農場 那邊...這裡我終於想到做什麼了 就是之前說過的自動牛扒機 以及自動的雞機 我可不可以叫它做雞扒機 因為...啊...雞肉好像沒有骨的嘛 對不對 叫它的雞扒也OK的 那看到我的物品欄都知道 我準備在這裡裝修一下 我嘗試就用...嘩...在這裡少了隔 嘗試用這些地獄磚的半磚... 嘩好嘩嘩 地獄磚半磚來填滿這些空間位 嘩嘩啦... 令到效果就像這樣 嘩...不要理會這格 嘩...看不到 當看不到 嘩...看不到什麼都看不到 然後呢...牆身就... 跟著外面的設計呢 用回石磚的 不過我想...會不會單調了一點點呢 嘩...都不要緊啦 可能做一些...這樣的...垃圾石啦 嘩...叫慣了...垃圾石 填一下中間的...空間...都不頂的 嘩...我就...在這裡自己嘗試一下 嘩...弄到差不多才發現了 嗯...原來這樣...斜斜的挑孔下去的效果都不錯 嗯... 那我可以想想... 怎麼設計好呢? 是直接...有一個...不特的效果 但是...用Block填滿這些孔好呢? 嘗試一下... 好啦...終於大功告成啦 吃個包先... 嗯...吶吶吶... 那呢... 就是在這裡... 這樣走下去的感覺真的很正喔 好像在走到一些...很神奇的地方 欸...還有那些... 河河豆應該都...差不多熟了 欸...那裡有幾粒隻... 嘩... 嘩...你看看這裡... 真是... 多漂亮啊... 咦...遲些有觀眾在留言就說... 用水流的方式在這裡... 將一些... 物品帶過去... 這一部分... 或者是... 不知道哪裡的... 收集的... 容器啊... container啊... 那些...箱啊... 都好呢... OK的這個想法... 不過就... 可能... 可能啊... 就... 我是懶得去弄的... 哈哈哈... 就是我現在... 按按鈕收完之後... 在這裡... 其實在這裡拿就OK的... 對了... 在這裡拿就OK的... 那...如果... 啊... 集中在一起... 是再方便一點的... 不過... 不知道我會不會有這麼的心機去弄啦... 那... 之後的project呢... 我就打算在這裡... 啊... 然後掘開它... 好像這邊那樣呢... 開一個通道下去... 那下面就做一個自動的甘蔗機... 啊... 這個設計呢... 就可以按回由上角的i字啦... 可以看回我的教學片啦... 出了... 應該不是多久的... 對了... 就用回那個設計呢... 因為那個設計就可以... 利用這個... 呃... 那個叫什麼... Observer... Observer... 監視... 啊... 叫什麼呢... 監測器... 總之呢... Observer Block呢... 就利用它來做這個... 自動的甘蔗機的... 那它就有一個功能的特別的特性呢... 就是可以... 左右的延展開去的... 是... 基本上是無限延展的... 那它下面那個路軌呢... 也是啦... 那只不過是... 收集會慢一點啦... 如果是延展太長... 不過應該都不會延展到去邊的... 因為你看到下面... 你延展到去... 最盡都是這裡... 對不對... 那這邊又最盡都是這裡... 呵呵呵... 好啦...那我遲些就做這個啦... 還有一個自動的牛扒機... 我打算今天就... 在這裡... 開了個空間出來... 我打算... 牛扒機在這邊啦... 雞扒機在這邊啦... 雞扒機... 呵呵... 就是這樣啦... 那在這個... 動工之前... 打算休息一下... 出去... 嚇一嚇... 我要偷懶先... 出去看看有什麼... 新奇又好玩的... 東東在這邊附近出現了先啦... 講起這個基地的設施呢... 因為原來這扇門都很久沒開過... 應該說... 很久沒關過... 呵呵... 那我就有一個... 進階版本的這扇門啦... 那我都說了很多次啦... 對了... 右上角有個I字... 快點去看看啦... 呵呵... 進階版本的這個叫做... 呃... 我知道紅石火一把... 欸... 叫做... 銀行金庫門... Full Store... 欸... 真的沒有喔... 沒有了... 呵呵... 不要浪費這個... 紅石火把... 欸... 欸... 不知道東西放在哪裡了... 欸... 合一支紅石火把先... 那我在這裡... 可以... 開到門啦... 或者叫關到門啦... 嘿...這裡... 好神奇的... 這裡有一個... 一個裝置是給我開門的... 然後放一支火把下去... 啊... 就會開門... 好厲害的... 不僅止按按鈕就OK啦... 當然按按鈕就OK啦... 當然按按鈕就OK啦... 但是你開不到嘛... 這邊... 這是神奇的... 活塞... 啊... 不是... 叫做紅石火把開關... 又... 不知道哪裡右上角有個I字... 回去看看啦... 呵呵... 這支火把是誰放的呢... 嗯... 明明有盞燈在這裡... 但是就放一支火把... 應該就不是我做的... 我就... 我就應該沒那麼蠢的... 也有可能我做的... 一時不小心把火把在這裡... 奇怪啦... 啊... 一到黃昏時間就會... 燈的了嘛... 那為什麼要把火把在... 燈上面呢... 嗯... 來人尋味來人尋味... 那我們來探一下這個... 好久沒見到的菇牛啦... 什麼時候再去蘑菇島探索一番呢... 嗯... 帶多些菇牛回來... 嗯... 這個... 有沒有看過這個... 拯救三部曲的... 解謎地圖呢... 如果叫做冒險地圖都OK的... 對了... 那那裡呢... 就有一集呢... 第二部曲呢... 就說... 我們有一隻新的草物... 磨菇牛草物... 是不是叫Billy啊... 好像叫Billy啊... 哈哈哈... 隻狗叫Randolph... 那呢... Billy呢... 就被人... 被邪惡博士捉了去... 做這個牛扒屋的主菜... 哈哈哈... 的原材料... 那呢... 我們不如又試一下... 自用牛扒機裡面... 放的全部都是菇牛好不好... 哈哈哈... 嘗試好像好玩... 那由於剛剛就是... 天黑... 應該說就天黑了... 就要睡覺了... 我就想著... 天光就來這裡... 這裡... 欸... 不是這裡呢... 怎麼走呢... 是不是... 啊... 好像是這樣走... 話說那邊呢... 就有一個阿成起的... 不知道什麼... 冰天雪地主題公園... 啊...那裡那裡... 啊...怎麼過去啊... 糟了...我是不是走錯路了... 哈哈哈... 這樣走過去... 不如... 弄一下船... 我沒有船在身上... 唉...沒有了... 要不然... 慢慢進去... 這邊好像可以上去的... 欸... 啊... 啊... 大門入口應該是那邊的... 啊... 我來了... 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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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上來了... 那這個... 看來就... 完全是用這些... 不知道什麼... 包... 包兵... 不知道五隻... 我不知道中文是什麼... 肝兵嗎... 真的不知道... 那... 完全是用這些... 和雪啊...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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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寄出來... 然後很神奇呢... 它這個噴泉呢... 那裡面有一些... 那... 那... 那...可不可以塗上去嗎... 啊... 是會吸血的... 哈哈... 我們來到這個... 不知道什麼... 冬天主題公園... 啊... 就是... 海馬公園那些朋友... 他看到這一隻... 很有趣的... 北極熊在這裡... 我怎麼進去呢... 其實... 是不是... 不能進去的... 啊... 這裡... 啊... 有些北極熊在這裡... 嘩... 好人棍啦... 嗨... 他會不會打我啊... 好像不會啊... 是我靠近他的... 寶寶的時候... 他的子女的時候才會... 才會... 我不知道...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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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辛勤工作的雪人在這裡... 他就負責把這個... 這樣的樂園鋪滿雪... 很厲害的... 然後... 有什麼設施玩的呢... 這裡... 啊... 先來看看... 咦... 有閉路燈在這裡喔... 嗯... 可以這樣玩... 當然不是啦... 哈哈... 這個有什麼玩的... 他是不是... 只有一個玩而已... 就是... 那一架船在那邊... 衝下去... 我們人... 衝下去... 人衝下去好像挺好玩的... 咦... 但他這個其實是... 警官而已... 真的不會玩的... 這裡... 你的主題公園想怎樣啊... 阿成... 阿成... 你在哪裡阿成... 是... 阿成... 你這個主題公園究竟是玩什麼的... 玩...玩... 玩到那兩隻畢極熊的... 啊... 有沒有搞錯... 是用來玩的... 是用來玩一隻畢極熊的... 哦... 原來這個主題公園... 就是他起給那隻畢極熊玩的... 唉... 真是很可憐... 真是不知道他在哪裡做什麼... 哈哈... 快走啊... 離開這個... 看上去多漂亮... 其實沒有什麼用處的地方... 哈哈哈... Sorry... 就是這樣踩這個公園... 知道你起得很辛苦的... 哈哈... 還有那邊呢... 那邊好像看到一些... 乾冰... 那樣的東西... 我應該要怎麼過去呢... 啊... 好奇怪啊... 這個地點... 你們選擇地點... 是... 怎麼選擇的... 唉... 又要慢慢... 慢慢游過去... 真的沒喝過了... 如果我有一對... 那個什麼... 那裡有一對鞋子有個附魔呢... 呃... 什麼Frozz Walker... 我記得好像有的... 就... 走在水面呢... 就會變成一些冰的... 那個附魔... 好像有一對鞋子... 還是有本符魔書... 來的... 不記得了... 總之呢... 就是之前釣魚機... 釣回來的... 啊... 什麼時候fix farm... 釣魚機呢... 是有方法的... 不過我不想弄著而已... 咦... 我們來到這個... 旗子的... 家裡... 的旁邊... 我是不會理他家裡發生什麼事... 的旁邊... 這裡呢... 又出現了一些新的東西... 嗯... 對... 對我來說很新奇... 又好玩... 不過對你們來說應該都... 啊... 挺熟悉的... 這是什麼來的呢... 這是賽道來的... 怎麼玩的... 是不是這樣... 摔一下摔一下... 游一下游一下... 咦... 厲害的... 是不是跑的... 還是要... 啊... 開船的... OK... 哦... 那來到這裡呢... 來到這裡就... 去到這裡... 然後... 然後... 繼續... 哦... 厲害啊... 哈哈... 不知道... 不知道做什麼的... 應該是賽船... 我聽... 好像聽家晨說過... 他是要弄這些東西出來的... 等等... 比從賽車... 嘩... 好賽車... 啊... 什麼時候來賽車呢... 因為... 都站得OK的... 我想... 在高空看下去... 不知道會怎樣呢... 我先找一些高一點的地方... 雖然也不夠高... 不過... 啊... 這樣看... 好像圍繞著... 這個島一樣... 然後穿過了這個... 山這樣... 嗯... OK的... 再高一點... 對咯... 整個... 景觀都蠻漂亮的... 嗯... 正啊... 咦... 讓我上去... 咦... 破壞環境美觀... 啊... 那些垃圾就不好... 三... 三... 不知道五分鐘就消失了... 我也... 太久沒玩了... 忘記了那些... 原理了... 究竟這些物品... 掉落地是三分鐘... 還是五分鐘才會消失呢... 麻煩留言區告訴我... 哈哈哈... 我真的不記得了... 免得你查Wiki... 靠你們啦... 那你一個... 之前人說過... 這個私人獎塔... 唉唷... 真的沒有記性了... 起到36層... 32層... 我真的不記得了... 那個投票是寫什麼呢... 回去看看... 那我就... 看看有沒有機會... 可以把它起到這麼多... 先... 因為我們來... 這個... 仙人獎的... 農場呢... 就會見到... 哈哈哈... 我們收穫的... 幾不豐富... 我在這裡掛機... 不知道... 啊... 幾百個夜... 夜晚... 剛剛不是拿了一下... 不知道... 咦... 呼嚕骨聲... 咦...難道變了生怪牆... 這裡... 不厲害... 哈哈哈... 對啊... 咦... 咦... 呼嚕骨... 啊... 呼嚕骨了... 先射死它... 不要走啊... 出來... 吐賴咪人隊... 啊... 死... 死了... 咦... 還沒死... 啊... 拜拜... 割開了什麼呢... 割在這裡... 那這裡呢... 我就... 稍微裝修了一下... 你看到呢... 這個外牆呢... 就鋪滿了這些... 呃... 這裡叫什麼... 灰色... 灰色的... 這個不用說是綠色啦... 綠色... 上面那就是天藍色... 沒錯... 天藍色... 因為為什麼會這樣溝出來呢... 因為本身... 啊... 是橙色的... 所以... 它可以溝出來... 不知為什麼... 我們來到這裡... 看到... 哇... 已經有很多這樣的... 巨人像在這裡... 不過我們來... 再看看這個箱... 還有看看這個箱... 就會知道... 這個收穫... 是多麼豐富... 我真的... 哇... 這兩個箱... 全部靠人手... 在這裡... 逐格逐格搬下來... 然後又搬上去... 然後搬到箱裡... 好慘的... 唉... 我們可以... 起到... 百幾二百層... 應該差不多了... 起不到那麼高的... 因為... Minecraft的... 那個... 建築高度有限制... 好像起到去Y... 等於... 255格以上... 就應該起不到夜的啦... 我記得就是... 255格... 那一格都還起到夜的... 256格已經起不到夜的... 還是... 255格已經起不到夜呢... 啊... 又回去查一下... 查一下... 嘩... 好多常識... 現在都忘記了... 對啦... 我想今集的時間... 應該都差不多啦... 今集真的有點慘... 對不起啦... 這個... 最近放假Mode... 全部都放假Mode... 我就想放假... 下一集呢... 我們就來... 做這個自動的牛扒機... 加雞扒機的... 下面的工程啦...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就記得給我一個Like啦... 如果你想看更多的話... 就記得訂閱我... Phoenix Black的地... 下集再見啦... 嘩... 立即亮燈啦... 拜拜...